宝山路调拨车道工程13号正式动工 未来完工后的车道在上班时段将踩三车道进圆区 一车道往市区方向实施 为此先公里跟高峰里两位里长呼吁 市政府要慎重考量剩下一车道往市区方向 将会发生大小车征道还有行车安全等问题 首先第一点要声明是说 我们并没有反对市政府在处理交通应用社的问题 那站在我们是里长的身份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这个里民的行车安全的问题 那现在目前已经大概将近快11点了 11点左右了 那目前车量还是这么多 车子 摩托车 机车 人行 连人的总部大家都在挤着一个车道的时候 那在早上7点到9点 市府预定要这个调拨这个车道的时段 那人一定比现在还多 而且现在主要是说 早上上班上学的时候 送小孩子上学 基本上就是家庭主妇 还有主父母 这老人家在送给小孩子 所以像我们这个又住在 我们这个地势又比较高 比较高 风速比较强劲 那万一发生这个差状的时候 那这个人生的安全是怎么来考虑 当然我们第一个是说希望说园区它本身 因为园区它现在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人一台车子 那当然因为这个流量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交通流量 所以说我们希望第一个就是说园区能够 由园区他们自己来管控他们自己里面的员工 能够说 采取共存 采取共存 或者是说用这种大众交通工具 因为他们可以算某个某一个市区的地点 然后用大众运输 来把它园区上班的那个员工 可以用这个 比较大的 共存的这个制度来减少这个交通流量 所以说像如果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倒是认为说如果你是从这个西大陆开始 那我们直接做个高架 就像那次我们从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去了 从市区里面直接搭一条高架 那以现有的道路作为基础 然后把它架高 做一条高架 直接从市区直接进园区 那需要进市区的我们走平面道路 那你要进园区上班的 你直接走高架 而且没有园区直接进去 那个就这才是一脑永逸解决方法 默克雄高彭星两位里长表示 先公里户籍住户有629户 高峰里有2539户 人口将近2万人 学区包含培英 建华 竹连等学校 每天上学时段 大多是家庭主妇跟老人家骑车接送 尤其新竹丰大时骑乘机车的反应备受考验 因此在实施调拨车道后 剩下一车道往市区方向 呼吁市政府在行车安全和危机处理方面 要多加考量 调拨车道实施之后呢 有倦于我们往市区方向 只会剩余一个车道 提供往市区方向民众通行 那考虑到汽车混合在一个车道行驶的时候 可能有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市府这边 在到时候实际通车上路之前呢 会将这个剩余一个车道 利用增设适当的区隔导引线 来区隔汽车行驶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的实际剩余车道宽呢 其实也有到3米8以上的一个宽度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区隔汽车行驶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有关 我们改善交通的这个管理方案里面 除了工程的实施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根本去做减量 才能有效的减少交通的一个乱象 那所以我们在协调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会邀请里长以及客管局 来探讨跟分析 是不是可以从减少自小客车的一个使用率 来达成就是减缓我们园区周边 道路路网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 最后呢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新批高架桥的方式 来达成我们就是上班族或者是通勤的民众呢 可以快速的前往到园区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议题 当然我们市府这边也会跟客管局 透过计划的一个分析 再来规划评估看 在以后的一个中长期的内容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空间跟这个条件 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 解决园区上下班车流问题刻不容缓 里长也向市政府跟客管局呼吁 提高共乘跟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规划中长期的高架路段方案 都是可评估的方式之一 希望在挑拨车道实施后 能对居民行车安全等问题更加重视 开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